意大利的威尼斯影展 台湾的李康生和吳建和一起帥气走红毯 他们是代表新加坡电影《默示录》 入围这次影展的金师奖 只是在他们走红毯前 威尼斯却是这副模样 斗大的雨滴伴随着雷鸣 落在影展的红毯上 甚至积成了小水坑 突如其来的大雨 连威尼斯电影展的总监巴贝拉 还有部分早稻场的演员和剧主人员 甚至只是来看明星的游客 全都淋成落汤机 原来意大利北部在当地周四 是降下了暴雨 苏萨山谷甚至还因为洪水爆发 至少有两座桥被大水冲毁 还知道至少有一个人 连同拖拉机一起被洪水冲走失踪了 这场雨甚至让米兰的地铁部分路段停驶 当地西乡专家表示 这是全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暴雨 未来恐怕会越来越频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